如果你曾經得過新冠確診 你當然有機率會得到常新冠 最常見的其實是疲勞 第二是 呼吸道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喘 咳嗽 胸悶 第三呢 很多人常常提到的就是 腦霧 我稍微提一下腦霧 其實腦霧跟自律神經失調一樣 它並不是一個專有的醫學名詞 比較像是網路 或者是民眾溝通的一個常見用語 但具體來說 它有三種表現 你只要三種中有一種 就可能代表你有腦霧囉 第一就是腦袋會有一種混沌感 就許多人會說 我腦袋都混混沌沌的 覺得好混亂 第二 你可能會有一些 思緒或者是溝通 conversation上的一些障礙 就是常常你講話可能會有點片段 或者是你該講什麼就講不太出來 然後就想到一半就覺得 思緒沒有以前還流利 第三 可能會有點斷片 就是 我忘記我剛剛講什麼 就是類似這個樣子 如果三種有一種的話 其實就懷疑說 你有可能有這個情況 那腦霧要怎麼改善呢 我們後面會大概提 怎麼樣去治療腸心慣 可是大家會好奇 運動有沒有幫助 阿民是有看到一些論文 運動的確是有幫助的 只不過他比較focus在心肺有氧 這些增加心肺能力的一些運動 反而重訓 有一些研究統計 會加重你腦霧的情況 所以有腦霧情形的人 我會建議以心肺的鍛鍊 跑步 游泳 腳踏車這些 那關於第二題 大家應該會好奇 如果我有腦心慣 我應該掛什麼科 是不是我如果有喘 就呼吸問題 我就看胸腔科 腦霧就看神經內科 或外科這些呢 其實這些也可以 可是阿民是想提提WHO 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些看法 那WHO 他在他的網站上有些QA 阿民是大致做一下翻譯 腦心慣呢 目前並沒有發現一個有效確定的 單一治療方法 所以WHO會建議以整體的治療 Holistic Care 來處理腸心慣 比如說 加醫科制度 或者是其實中醫就是一個 Holistic Care的一個專科 中醫就看整體嘛 大家的刻板印象 或者整核門診 有整核啦 整體啊 這些醫師 他們看人的方式 就比較是長鏡頭慢慢說到特寫 專科醫師比較是特寫去放到長鏡頭 以目前世界衛生組織 對於腸心慣的治療立場呢 目前沒有單一的藥物 或治療可以去治療長鏡罐 因為長鏡罐是很模糊的一個大範圍嘛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跟你說 這鐵藥包製長鏡罐 你就要小心啦 那很多觀眾朋友可能也會好奇哦 我新冠的時候越嚴重 是不是也越容易得長鏡罐 這邊阿民師也回答這個問題 是也不是 阿民師查到一些論文啦 如果你新冠確診的時候是 輕症 可能有34%的機率 有長鏡罐的併發症 如果是中重症 也就是說有住院 甚至經過加護病房的 這些中重症族群呢 也有54%左右 有可能有長鏡罐的問題 這兩個數據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差距 但坦白說 我認為輕症也普高 所以說長鏡罐跟你確診時的嚴重程度呢 其實差異並沒有太大 而且這個數據也一直都在更新啦 那以阿民師個人的觀察 長鏡罐主要是跟你的平時基礎體質有關係 也就是說 你在新冠確診前你的體質 種下了什麼因 你在得新冠後 就比較可能有什麼樣的果 這個因是什麼呢 通常是含氣跟濕氣比較重的體質 它比較容易有長鏡罐的表現 比如說 它容易有疲倦或者是腦霧 甚至呼吸道問題 跟痰痴虛可能都有很大的關係 那這時候呢 往往不只是新冠本身造成的 而是你在新冠前 就已經體質累積了很多的毒素 那所以在你平常保健的時候 減少自己含氣跟濕氣 我認為對於長新冠預防是有幫助的 接下來進到第三題 可能大家一開始會沒煞煞 但我認為也是這支影片的核心 就是迷走神經與治癒力 關於長新冠 具體來說 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 都發現它跟你的治癒力 跟迷走神經有關 我講一個比較偏頗的說法 但大致說明這個立場 印象中的西醫 它比較關心你為什麼會生病 但是中醫特別的去關心 為何你沒有自己好 因為中醫的重點在於 浮症驅邪 是希望藉由輔助你的治癒力 來修復你自己 這才是你最常識久安的方法 其實翻開我們現在 PARMED的這些文獻 會越來越多的 關於心外感染到 迷走神經的一些文獻 而同樣的也發現 新冠也容易感染到 我們的心肺腸胃 而反過來 藉由迷走神經 這條高速公路 也影響到腦部 這些跟認知相關的問題 神經與荷爾蒙的一些代謝 腦部其實是身體的主管 因此那種種問題就出現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人 他的懸泳垂是偏移的 那懸泳垂兩側的這個肌肉 其實有一邊是比較無力的 這個肌肉呢 叫做提二繁肌 其實是迷走神經 他所支配的肌肉 他負責就是把我們咽喉打開 所以我們進到電梯 或者是在浴室 張開嘴巴對著鏡子 啊一下 燈一打 你就大概可以判斷 我的迷走神經可能有問題啊 我一些藏心慣 或者是慢性的一些肢體疼痛問題 也可能跟這個有關